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Ghost的隧道加密中转能视频 要知道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部署了挖矿流量的监控系统 我相信在我们身边或自己都有发生过断网或喝茶 或收到短信的事情 所以呢 使用Ghost的加密隧道加SSL加密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知道 挖矿都是使用的Strum协议 虽然使用了SSL 但也只是变成了加密数据 其外部的特征没有变化 依然知道你在做什么 因为Strum协议就是专门用来挖矿的 而Ghost的隧道 就能把这种挖矿的协议违装成普通上网的协议 并且进行TLS加密传输 再经过我们中转的SSL加密 达到多层的保护 保证我们的安全和隐私 在搭建Ghost之前呢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和博文 搭建教程也不少 大部分搭建方式没有用到自己的SSL证书 而这次我的搭建隧道方式中 我会使用安全性最高的隧道搭建方式来进行搭建 我会用到用户名 密码以及SSL证书来进行Ghost的隧道搭建 尽量把安全性做到最好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进入主题 在开始之前请大家自行准备海外的服务器一台 和域名一个 这期视频呢 我会分这几个步骤来进行操作 第一呢 是利用Acme来获取免费的域名SSL证书 第二呢 是利用VPS安装Ghost脚本并进行配置 第三呢 是本地的Windows机器安装Ghost脚本并配置 最后呢 是如何使用Ghost并上机测试 当然如果你不想动手 可以在视频下方去下载 那里我搭建好的Ghost隧道 首先需要把我们的域名进行解析 绑定VPS的IP 然后到VPS获取root权限 对我们的系统组件进行一个更新 分别把这三段代码复制进去 更新完成后 我们开始安装Acme 把这个代码复制进去 好 这里安装完以后 我们把下面一段代码也复制进去 这里的邮箱要填写一下你自己的邮箱 好 因为我这里是一台新的VPS 所以呢 这里我利用80端口 来进行个SSL的一个申请 我们复制这段代码 把里面的一个邮箱 成改为自己的邮箱 后面的域名 改为你刚才解析的域名 好 填好后 按回车 等待它自动安装 好 出现这一段排列整齐的字 就代表SSL证书已经申请成功了 好 我们复制下面一段代码 把我们的证书安装到我们的root文件夹 好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域名 填写完成后 按回车 好 现在我们的SSL证书 就在我们的root文件夹 我们可以刷新看一下 就是这两个文件 好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下载下来 点击右上角弹出的框 就可以找到我们下载文件的位置 好 这里我们的SSL证书就已经完成了 下面我们对VPS的Ghost的脚本进行安装 我们复制下面这段代码 粘贴 回车 等待安装 然后继续复制 继续复制 粘贴 回车 好 我们继续复制这段代码 复制 粘贴 回车 好 我们的Ghost已经安装完成 下面我们对我们的SSL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需要复制下面一段代码 并且把我们的 SSL证书的名称给填上去 复制这段代码 然后粘贴 然后把我们的名称给更换一下 找到我们root文件下 把名称更换成和下面的SSL证书名称一样即可 回车 然后我们修改下一个 复制这段代码 粘贴 把名称也修改一下 好 回车 好 我们现在刷新看一下 我们是否导出来 转换成功没有 好 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新的文件 好 下面我们需要把 这两个文件移到 另外一个文件夹下面 我们需要移动到 rootGhost这个文件里面 好 已经移进去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文件给下的下来 保存到一个方便找到的文件夹中 后续我们会使用到 好 我们现在来配置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好 下面我们对我们Ghost进行一个配置 我们看到这段代码 这里呢 有我们的账号 密码 还有我们的端口 这里是需要我们自行的去更改的 这里的正数文件呢 和需要文件呢 就是下面这个 如果按照我的操作的话 这里是不需要进行修改 我们只需要修改我们的账号 密码 还有我们的端口号 这里的话我是这样设置的 然后设置好以后 我们把这段代码布置进去 然后粘贴 回车 好 这里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小点 就表示我们启动成功了 如果这里没有出现 我们可以断开链接 再次把这条命令布置进去就可以了 下面这段代码呢 是让我们的脚本在后台继续的运作 我们复制进去 好 这里呢 其实和上面差不多的 把它给复制下来就行 给回车 好 现在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需要在PC端 也要安装一个Ghost小本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去下载 这里呢我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文件放置在我们 VPS生成的域名的这个SSL证书这个位置 把它给解压出来 然后解压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文件 exe结尾的这个文件给它拖到C盘的一个Windows文件下的SYSTEM32这个文档 给它拷贝进去就OK了 那我这里已经拷贝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文档 建立一个TXT文档 我们这里给它取名叫启动意词ghost 后面给它对住一下 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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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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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是我们1的一个端卡 就是这个端卡是要配置在我们挖空软件上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逸池的一个SSL的一个端卡 好下面6543和1234呢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VPS上面设置的用户里面和密码 这个paste.ssl 这个是我们在网站上解析的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的IP就是我们VPS的IP 这个端口就是VPS开放的一个端口 好我们现在确定然后就把它给保存起来 然后关掉 然后这个文件就制作好了 好下面我们开始来配置我们的挖空软件 我们用nb来作为演示 这里面的话我们基本上不用电动 我们就需要把这里换成27.0.0.1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端口 我这里的一个端口是对称的 然后修改好以后我们把它给 这个给它启动 这个点击右键的话以管理员身份区域型 好 好现在就已经连上了 好我们再试一下Gminner 我们也是需要在这个地方给它修改一下 这里也是改为127.0.0.1 下面也是你的端口 好看好试一下 也是能连通的 我们用开源矿工来演示一下 这里的端口这里的IP和端口一样的 然后开始挖矿 连接成功 好我们的Ghost就成功搭建了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一定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